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影片主題呢 要來做這個長得很深很深的系列啊 那要來介紹我手頭上這一把雙頭劍 艾波利亞 那他的特色呢 戰績是漩渦 轉轉轉 前咬的話我覺得算短 但是後咬稍嫌長了一點 所以有可能轉玩的時候呢 會被小怪或者是網攻擊 但我知道蠻多玩家呢 是這個雙頭劍的愛好者 加上這一把長得非常隱密 那個人覺得是一定要拿到的 好 那準備要件的話呢 會建議你有一把這個 那個馬蓮尼亞的一手刀 那我個人覺得會比較輕鬆一點 傳送點的話呢會在螺旋塔 那我們從螺旋塔往後走 好 有這個 這一把水鳥亂舞的話會輕鬆一點 沒有的話呢會比較吃技術一點 好 欸欸欸欸好不要再打了 這個應該要被刺才對 抱歉 來這邊的話呢走右手邊 然後或者是左手邊啊 反正就是有樓梯的這一邊 好這邊的話呢會有一個拷問者的骨灰 拷問官的骨灰 好那這邊的話呢有一個樓梯我們就跳下來 好那背面有東西記得拿 好當然今天重點不是這個 那這邊的話呢有這個圖示可以下去 但你看到很多人摔死 所以我不建議跳這邊 我建議跳這裡 這裡會比較直覺一點 成功率百分百 我剛才跳剛剛那個位置啊 那個成功率看有沒有個五十趴 好那這邊就直接這樣下去就可以了 會比較輕鬆 那跟各位講我在走這邊的時候呢 這個我手會抖 好所以我覺得這個地圖真是滿機車的 好來這邊下去 好建議搭配靈藥 好啊這邊就這個角角 跳下去往右邊走 會有一個沒有什麼很重要的 軍王軍的弩箭 來這邊跳一下 好啊這邊下去之前小心背後會有敵人 好好然後呢這裡也會有東西記得拿 那拿完之後呢 好接下來呢到了最難的地方 可是呢如果我們有這個一手劍就簡單多了 好按戰記 然後呢你就一直按 一直按 成功率也是百分之百 就一定會下來了 然後再換回你習慣的武器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打一隻蝎子 好所以呢留意一下 蝎子會在你出門之後的右手邊 好不要讓他有太多機會攻擊 好他怕火 好這裡會有一個碎片拿了 然後呢 左手邊 就是通往那個 好艾...艾尼爾吧 好通往艾尼爾的 那我們要走...走這邊 咦咦...咦咦咦咦�... 摔石 來做這個升降台 好這邊小心啊不要衝太快 衝太快會直接下去 好再挑戰一次 來來這一次我們就要成功了 來我們用這個腳步聲去除了這一個道具 然後等他過來一下 然後這個打贏的話會掉頭盔 他的頭盔是神獸頭盔 就也蠻特別的 好你看 沒有腳步聲跑圖就是這麼好用 好這個有點高 好 然後呢就會在這邊拿到 好我們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這個 艾波利亞 這個算是蠻難得的 然後這邊就可以下來了 這邊就是獨坦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一大堆蒼蠅 然後呢有一個 樓梯可以上去 好不過這個要記得拿那個 那個 頸的 頸的地下的鑰匙 對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用喘的就可以了 啊如果你開的話就可以直接上去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地方也可以上去 看一下 好像是在這裡吧 對阿 對阿 哇 差點被吸死 這裡超多隻超可怕 這裡 這裡也可以爬上去 這邊道具可以記得拿一拿 然後有一隻腳戰士 這邊道具可以記得拿一拿 開門 然後呢就可以回到我們這個船點了 然後呢就可以回到我們這個船點了 好 以上呢是這一次我個人覺得藏得蠻深的系列 那這個如果你是自己找到的話 那我覺得非常厲害 那就分享給你 也希望對你有幫助了 那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那之後有機會呢 這把武器羅洛斯測完之後 再分享給各位好不好用 那感謝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大家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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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